今天消费.com线上访问消息会交通委员王中允教授 来聊一聊车侧灯的改装问题 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有机车骑士投诉说和没有装车侧方向灯的汽车 并行因为看不到车前方向灯 导致汽转换的时候差点护撞 这车侧警示灯的作用是什么 确实能够提高安全吗 车侧警示灯的作用当然是有办法提高安全 因为我们通常在转向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警告 如果说有车侧警示灯的话 在侧边的车辆就可以观测到 他旁边的车辆的一些预期的行为 当我们有预期的行为之后就做某些防范 所以说有车侧警示灯确实是可以提高安全 但是国内就这个车辆灯光与这个检测规定 其实是对于车侧警示灯有所规定的 其实就目前的规定 不管是6公尺以上的车辆或6公尺以下的车辆 那车辆都是应该要装这警示灯的 是 目前包括欧洲包括日本等国家 是不是都有强制装这车侧警示灯呢 应该是有 因为就国内的规定是在91年之后 规定是完全都要安装 那当然我们在国内立法之前都会参考 欧美和日本的一些做法 所以国内现在已经是强制安装了 那遵守的人多吗 遵守的 因为车子以后有规定 就是说我们汽车我在出厂的时候 它的规定安装什么样的灯 那其实是不能去擅自更改的 我们的法令是有规定的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法令有规定 在6公尺以上的车辆和6公尺以下的车辆 车辆必须要安装警示灯 那其实这一头牵涉了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车辆警示灯 亮度够不够大小够不够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我们是不是车辖 又有人安装了太多的警示灯 让别人发觉说 我没有办法 这个在这个车辆能够警示到 这样的行为 那其实这两种都有可能造成 这个机车它在预期 车辆变换行为的时候 产生一些误判 但是这里头又牵涉一个问题 其实机车也应该要装车辖警示灯 可是现在目前机车没有规定 它只要求要安装车辖的反光板 那这个在 如果说在快速道路上面 产生了一个机车的事故的话 那其实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当车辆或机车测过来的时候 如果说后面车辆它没有办法观测到的话 那其实也会造成危险 尤其在高速的状况 因为我们的快速道路数是80公里 每秒大概就可以跑22公里 那我们的感知反应时间一般的2.5秒 所以说当我们发现的时候 已经跑了50公尺了 那50公尺有时候 当车辆横着的时候 或者说机车翻倒的时候 没有一个警示的装置 其实对于这种高速的车辆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是您刚刚有提到私质加装是违法的是不是 对私质加装是违法的 那如果说民众他没有车辖警示灯 他决定要加装的话 一定要回原厂去加装是不是 要符合 至少要符合我们车辆灯关于 这个标志检测规定的上面的规范 那他上面有一些规范 比方来讲 6公尺以下的车辆 应该在车子的前三分之一 或二分之一装设一个车辖警示灯 如果说你车辆超过6公尺的话 你在前三分之一要装设一个 但是你隔三公尺还要再装设一个 所以说他其实他有他的规范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到原厂去 但是你在安装 你必须要符合我们国家的规范 他的高度最高不能超过2.1公尺 最低不能超过低于0.25公尺 那其实这个都有规定说 在车辖应该要怎么样安装的 除了这个安装几公尺 几公尺要符合规范之外 加装车辖警示灯 还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 你不要干扰到别人 因为有了灯光 它不符合那个灯光的规范 因为我们规定车辖的灯前面应该是黄色的 后面是红色和黄色的 但是有人他装了很高亮度的紫色LED灯或白色高亮度的白色LED灯 就装特别多 那事实上对于这个侧边的车辆 其实会造成干扰 您刚提到这个颜色 什么前面是黄色 后面是红色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 因为你这个车辆 它的车侧灯 你除了只是方向之外 我们有时候是怕什么 怕这个车辆在侧面停下来的时候 譬如在高速公路产生一个旋转 你这个侧面停下来的时候 你那个灯光会亮的时候 你前面是橘色的 你就可以注意到原来车头在那边 后面是红色 你就知道原来是车尾 但是如果说你不符合它的规定的话 你就没办法判定 所以说有时候车辆灯 它不是只有显示方向使用的 它有时候是一个警示的作用 让别人看得见你 而可以分得出来哪边是车头 哪边是车尾 是 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车侧警示灯 最后30秒钟时间 是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要去改装 第二个就是要随时注意车侧灯 它会不会亮 然后它的功能能不能正常运行 因为车侧灯它其实用途非常的大的 如果说我没有按照规定的话 那其实在行车上面是非常危险 危险 今天非常感谢王忠允教授说明 谢谢王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